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十二月 廉州镇石龙村垃圾分类促进中心投入一年以来 每天项目四点 任林欢都会开着垃圾分类三轮车 近村挨家挨户定时收垃圾 当车上的垃圾分类大家来这首歌一响起 村民们就会把镇里给每家每户配置的厨余垃圾 以及其他垃圾两个垃圾桶放到门外 等着垃圾车的到来 任林欢是通过培训之后上岗的 像他这样的督导人 除了是实现农村垃圾分类定时收集的关键环节 还是更好进行垃圾分类的身边老师 让每一次挨家挨户的垃圾收集 都变成一次教育和督导的机会 用村民自己产生的垃圾去教育 效果也更好 现在村里的小孩老人对垃圾分类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90岁的周仲仙是石农村最年长的老人之一 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他也在其他村民的帮助下 慢慢学会定适应了垃圾分类 此外可回收垃圾分类的 有的村民学会了循环利用 而有害垃圾村民们则大都选择直接送到村里的垃圾分类促进中心 再由垃圾分类处理中心定期集中处理 如此一来 在配合可以兑换奖品的积分奖励措施 垃圾分类定时收集 源头分类积分奖励 就近处置的廉州模式已趋于成熟 成效也越发显著 现在我们廉州这六个样板村都可以做到这个精细化的这个村民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我们垃圾分类工作呢 还有一个做法 就是说我将公共地方的这个垃圾桶进行了一个撤销 一方面公共垃圾桶的减少 对公共环境的这个改善和提升 这个效果是很明显 另一个方面 我这个公共投放点少了 村民他就只能在家里等我们每天上午下午的这个定时收集出来投放 这样子的话 这个既有输又有赌又有倒 这样子我协助我们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 据介绍 下一步 廉州镇计划通过加快形成可复制经验制度 批量化推进 完善末端处理功能 筹建镇级分浅中心 扩大参与面 增加线上线下功能等措施 进一步促进农村垃圾分类的多地开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